大家好,我是妹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实现这个产品的详细页面的相关功能的设计 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课件 课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讲呢,我们主要是实现这个详细页面中的这个产品缩列图的模块 那在上一讲呢,我们主要实现了这个详细页面的一些其他相关功能 一个框架搭建,那么关于产品详细模块这里呢 它主要分为这个打行,这里呢,我们在上一集呢 基本呢,已经实现,然后这里还有就是这个产品的图片展示 产品图片展示呢,这里就有大图片展示和下边的这个缩列图的图片展示 还有就是放在镜的特效,这是我们在下一节会给大家详细讲解的 那么这里呢,这一节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产品的缩列图的展示 缩列图的展示,比如说这里的下边呢,是几个小的图片 然后我们鼠标一上去的时候呢,在这个大的图片这里将会显示它对应的大的图片的效果 那这是缩列图片的展示 那它的设计原理是怎么样呢,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缩列图的设计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有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获取小图片的路径 然后重新给大图片的SRC属性复制 那么结合这个效果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结合这个效果图,也就是下面比如说这里呢,是一个小图片 然后呢,我们最简单的设计方法呢就是 可以呢,把这个小图片的这个图片的路径 通过这个加script里面的函数代码呢 去把它的这个路径呢,给它获取出来 获取出来以后呢,再重新的 再利用加script的函数 然后呢,找到这个图片的对象 然后呢,给这个图片对象的SRC属性呢 重新复制,那就达到了这个属标移上去 然后显示这个图片对应的 这个大图片,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设计原理 实现的步骤,其实呢,我们这里呢 可以这样来实现 第一个,就是放四个DAV盒子作为容器 但这里可以不用DAV盒子 或者直接放四个Image图片也可以 然后第二个,然后再放一个大的DAV盒子呢 用来展示这个大的图片 这是一个大的DAV盒子 这是小的哈 然后再定义一个jascript函数事件 然后呢,通过这个事件呢 来鼠标悬停的时候 来获取这个小图片的路径 然后把这个小图片的路径呢 获取出来 重新的复制给这个产品图片的SRC属性 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一节给大家实现的这个页面 我们先把它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这一节呢,要实现的功能 OK,那么这一个是我们在上一节给大家实现的这个一个基本框架的搭建 而基本框架呢,这里呢 首页面,加上电器,然后产品详细 然后这边呢,是放一个大的图片 下面放小的图片 好了,我们现在呢,可以先找到我们要实现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这样 这里呢,我们先放一个 这里呢,我们先放一个Imagi图片 SRC属性 Imagi 然后呢,这个图片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呢,暂时为空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ID 这个 BigImagi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小的 这个是用来放这个图片列表的一个盒子 那这个盒子呢,大家可以呢 放四个DAV 分别呢,这四个DAV里面呢 再放四个小的图片 放四个DAV 我们可以呢,再给它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 可以 根据效果图给它设计 比如说边框啊 类似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找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图片 OK,这个是产品 那这里呢,有一些基本的效果图 然后这个PSC里面呢,也有一些基本的效果图 我们呢,可以呢 我们可以呢,随便先找一个 比如这个 这个是100乘100的 然后在这里呢,显然是比较大的 我们这里呢,要进行压缩 OK OK 同样的压缩 OK 那我们这里呢,放四个 当然呢,放五个也可以 放六个也可以 只要这里放的下 都可以 那么这里四个呢 四个加起来就是240个像素 当然这个DAV 我们可以呢,给它设一个宽度高度 并且呢,使它能够进行一个对齐 然后找到下面的这个 这个small imagine list 找到这个标签的样式 然后找到它下面对应的DAV 它下面的每一个DAV 我们可以给它设一个宽度高度 Y的是,比如说60px height 也是60px float left OK 那我们这里呢,来刷新一下界面 看一下它的界面效果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那么现在呢,为了跟区别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border border sealed 然后颜色呢,一般这里呢 都会选择浅灰色 然后我们可以呢,给它加一个margin 上下左右,比如说五个像素 或者说三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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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这个是border 这个是五个像素 我们来看一下 嗯,那么里面的这个图片 这里呢,我们干脆统一给它设一个宽度高度 yes 比如说五十五个像素 height 啊,五十五个像素 刷新 这里呢,再把它改成五十啊 因为这个div的容器 啊,这里是六十 这个图片如果过大的话 那么会导致这个显示不完整 啊,显示不完整 那么我们把这个 在这里给它改一下 我们在CSC当中 统一给它设计样式 这样呢,要好一些 刷新一下 OK,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然后呢,我们在上边的这个里面呢 发现了一个图片 我们这里呢 可以 使用这个 OK 那么这个div盒子里面 这个div盒子里面 放一个大图片 这个大图片呢 我们可以给它第一个 比如说 啊,三百个像素 height 三百个像素 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的一个效果是怎样的呢 那么这个三百个像素呢 就很显然超出了啊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我们之前的一个像素的高度 那这里呢 为了,还有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图片 因为这个图片本身只有100乘100 我们这里呢 感受为三百乘以三百的时候呢 它就会强行的拉伸了这个图片的效果 那这里为了啊 效果更接近真实的这种效果呢 我们可以呢 找到这个图片 然后我们可以 啊,根据这个图片的内容呢 我们来找一个比较符合的一点 大一点的图片 比如说这个 OK 我们把这个呢 作为 GPG 这个 OK 我们再来找一个 这个是P4 OK 那么 Copy 那现在呢 这样的一个效果 双心一下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实现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鼠标移到这个上面 然后显示对应的这个 鼠标移到这个呢 就显示对应的 下边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干脆都改一改吧 P1 P2 P3 P4 好 那么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图片呢 应该是对应的同一个产品 对应的同一个产品 只有我这里呢 为了 就是给大家实现这个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 使用了不同产品啊 这样呢 要更 效果能更明显一些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实现 就鼠标移上去 然后这里呢 切换一个图片 鼠标移上去 切换一个图片 怎么来实现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首先呢 在 或者说找到我们的这个之前写的一个BASIC GS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来写一个加script函数 或者这个是我们之前写的 对不对 那这里也可以把它直接写在原代码当中 都可以 我们这里呢 先把它写在原代码当中 好 script 写在我们的当前这个页面里面 写在我们的当前这个页面里面 type txt justcript 我们要学会把这些代码呢 要 基本的一些代码要熟记于新 然后呢 这里呢我们可以使用 手写 啊 这个签接 imagine ok 那么这个函数呢 其实 原理呢 非常简单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说了 首先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 document getElement byID 去获取 啊 获取 我们的这个 要复值的 这个图片的对象 复给谁呢 复给的是这个imagine bigImagine 我们先找到这个图片对象 通过什么方式来找 就是通过 document getElement byID来找 如果我们使用 这个jcreate的方式来找 也可以啊 我们使用jcreate的方式呢 直接使用图案数 然后把这个复制给它 就可以了 这还简单一点 这里呢我们 先给大家讲讲 如何使用jascript 来实现 然后呢 这里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啊 比如说 big Imagine ok 复制 也就是我们通过document 叫getElementID 获取到这个元素对象 复制给这个 啊 这个我们称之为匿名对象 啊 这里复制过来的是什么 这里呢 接收过来的就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使用 啊 invent 这是一个事件对象 invent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对象 叫啊 score element s-r-c-e-l-e-m-e-n-t 然后 这个 就是一个事件对象 这个是windows系统 下边就是我们这个 windows窗体 下边对应的一个对象啊 叫事件对象 event score element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获取啊 触发这个事件的 这个元素啊 这个s-r-c 代表的是它对应的路径去找到这个元素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方法 我们啊 调用这个方法 啊 这里是gore limit 啊 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属性 然后找到这个属性以后呢 再找到这个啊 属性对象啊 下边的s-r-c 属性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待会儿就是要触发的是下面这个小图片 这个小图片呢 触发以后 要去获取它的s-r-c属性 s-r-c属性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 取出它的s-r-c属性 复制给谁呢 复制给这个对象 到s-r-c属性 哦 然后我们把这个 函数 啊 调用 怎么调用 怎么调用 我们这里呢 找到 我们要触发的这个图片对象 这里呢 我们给它定一个on mouse over mouse over 就是鼠标 旋停的一个事件 然后当旋停的时候呢 移动上去 就是调用这个函数 啊 当鼠标啊 旋停在上面的时候 它将会触发 触发 也就是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它将会去执行这个函数 里面的这些代码 其实就两句代码 第一句代码 就是获取 我们要复制的目标对象 第二句代码呢 就是通过invent .score element 去找到 找到这个触发 试验对象的原 这个元素 找到元素以后呢 获取它的src属性的 这个值 因为它这个值呢 肯定是个路径 然后把这个路径呢 再重新的复制给 这个big image的这个 属性对象 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看一下 OK刷新了 鼠标 一上去 OK 开秒 是不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效果 好 那么这个功能呢 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可以呢 去实现一下这个 产品展示的这个左边 这个右边这一块的内容 那首先呢 这里应该有一个就是标题 这个标题呢 是用来显示这个 呃 产品的这个标题 然后呢 旁边是商品编号积分 这个是一个列表 我们可以用DLV来实现 这个的实现呢 相对来说 应该说比较的简单 我们一起呢 来给大家操作一下 首先找到这个原代码的部分 然后去切换到我们的设计 看一下我们这一块 OK 这是它的一个列表 然后首先呢 首先呢 它应该是一个标题 标题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呃 放一个DLV吧 然后这个DLV里面呢 再放一个H 啊 4的标签 啊 H4的标签 然后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图里面 啊 这里我们随便写一个 这个 藏红啊 这个3D 数码 电视 啊 杠啊 比如说4100 那么旁边呢 它也有一个啊 用户的评论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写在span标签当中 啊 span标签当中 然后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图里面 哦 这里有个零片用户评论 然后写评论 那这个很显然 它是放在A标签里面来实现的 那这个页面呢 我们暂时不写 啊 用户评论 然后再来 A标签 HREF 然后 这可能是链接到对应的页面 哈 写 评论 然后 下边呢 我们再放一个DAV 啊 这里我们看一下还有多少个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五个 六个 七个 有七行DAV 啊 OK 然后 我们来看效果图里面 这里呢 刷新一下 啊 是这样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并没有 啊 目前还没有给它加CSS样式 好 好 这个 这个 SPA 标签 和这个 嗯 这个 啊 放在一行 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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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干脆 如果 放在一行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写 SPAN标签 好 这里不需要 一定要写个H标签在这里 它就是放在一行的 好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给它添加啊 这个 样式 好 比如说Found Size 哦 Found Weight 就是加粗啊 还有呢 就是颜色 颜色 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所说的这种取色工具 好 取色工具去取这个颜色 然后这里的文字呢 我们可以让它去中哈 去中 那么现在找到啊 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ID 这个是Titer 首先呢 到这里面来 然后我们可以呢 让文字呢 去中 Center 就这样的一个新品效果 然后这个文字大小呢 和我们效果图当中相比呢 很明显它这里还不够 啊 不够大 那这个具体大小呢 大家可以呢 去参考我们的这个 就是使用这个 啊 Fireworks 或者使用Freeshop 啊 去获取啊 都可以 然后这下边呢 就是商品的编号 好 还有商品的积分 这些呢 大家下来自己呢 可以去写一下 商品编号 好 还有商品积分 剩余的啊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写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还有什么 嗯 还有这个市场价格 本站价格 为你节省了多少钱 好 市场价格 然后啊 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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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功能先大体 这样给大家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DIV 这个DIV与DIV之间 这里需要给它设计一个什么 航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效图这里 这儿是有航高的 这个航高一旦设置 这个文字看起来就不这么的拥挤 然后后边实现的内容 可以再加些其他的 样式来进行修饰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的我觉得 大家下来完全可以自己呢 可以去尝试着去实现一下 我这里呢再给大家写一个 就是它这个列表下面的所有DIV呢 我们比如说给它设一个外件句 MAGINE 上下十个像素 上下十个像素 这上下左右各十个像素 它是个怎样的效果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下边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填充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呢 主要就给大家实现了 这个产品的一个 这个图片切换的一个效果 这是一种特效 那么在很多的这个网站当中都有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商品积分呢 商品的基本信息呢 大家下来自己呢 可以先来实现一下 我们生意余的内容呢 我们下一节再详细给大家讲解 我们下来下一节呢 还会给大家讲解这个 鼠标移上去以后 这里呢 显示它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片 鼠标 比如说我鼠标移到这个菜花这里 然后这边呢 就着重显示菜花 然后鼠标移到这个角落 然后它这边呢 就显示这个角落的信息 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放大镜的特效 放大镜的特效呢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呢 先想一想如何去实现 然后我们下一节呢 会给大家进行想象讲解 好再见